中共绕开美国芯片禁令,利用未列入美国制裁黑名单的中国芯片公司继续获得美国的资金和技术支持,从而获取芯片制造方面的突破。 对此,美国重量级参议员表示,这种情况令人担忧。 路透社对一家名为灿芯半导体的公司的监管文件、公司声明、招标书以及中共军方的投标书和学术文章进行审查后发现,这家公司为至少6家中共军方供应商提供芯片设计服务。 灿芯半导体的第二大股东和顶级供应商是中芯国际SMIC中芯国际因与中共军方的关系,而被列入美国的实体名单,禁止该公司从美国供应商那里获得中共需要的芯片和技术。 拜登政府在两党的支持下,不遗余力地阻止技术和投资流向中共的芯片行业。 自2022年10月首次发布出口限制以来,美国政府不断调整收紧向中国出口芯片和芯片制造设备的禁令。 今年8月又宣布,禁止对中国某些敏感技术进行投资。 美国还将数十家中国公司列入实体名单,其中许多公司与中共军方有关联。 中共驻华盛顿大使馆没有对灿芯半导体发表评论,但指责美国在技术领域公然进行经济胁迫和欺凌。 尽管灿芯半导体没有明显违反美国的任何规定,但它的运作凸显出华盛顿在防止美国的技术和资金被中共窃取所面临的挑战, 也表明美国需要将目标对准更多不为人所注意的中国公司才能加强保护国家安全和利益。 共和党参议员马可·卢比奥是一位颇具影响力的对华鹰派人物,同时也是美国外交关系委员会的成员。 他认为路透社关于灿芯半导体公司的调查结果令人担忧。 卢比奥表示,与中共军工供应链有关的公司不应该获得美国的技术和投资。 拜登政府对出口管制和投资限制的草率做法显然行不通。 灿芯半导体公司的出现,证实中共当局正在利用低调的公司规避美国对大牌中国公司的出口禁令。 荷兰资讯公司Daytenet的总经理马丁·拉塞尔说, 灿芯是一个典型的例子,说明中美合资企业如何最终把宝贵的半导体技术输送给中芯国际和中共军队。 持有灿芯半导体公司19%股份的中芯国际, 因其与中共军方的关系长期以来一直受到华盛顿的关注。 2020年9月,川普政府开始对其实施制裁, 很快中芯国际被列入出口管制实体名单。 中芯国际此前曾否认与中共军方有任何关系, 称其生产芯片和提供服务,完全是为了民用和商用最终用户和最终用途。 灿芯半导体公司成立于2008年, 是美国风险资本家和中国公司的合资企业与中芯国际有长期联系。 直到去年,中芯国际还是灿芯半导体的最大股东。 公开资料显示,中芯国际的联合首席执行官赵海军 是灿芯半导体公司的现任董事长。 除了与中芯国际的联系外, 灿芯半导体公司还向总部位于上海的私南卫星导航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出售芯片设计服务, 后者为海军和战略支援部队制造卫星导航系统, 而战略支援部队是中共军方负责信息、电子和网络站的单位。 根据私南导航于6月提交的招股说明书, 截至去年年底, 灿芯半导体公司占私南导航预付采购账单总额的71%以上。 据私南导航网站显示, 灿芯半导体公司负责该公司K8系列高精度GPS产品系列所需芯片的制造、测试和封装 该产品系列用于机器控制、机器人和无人机等方面。 根据路透社对过去两年发表的中文学术文献的审查, 两名中共军方研究人员使用了私南导航的K8系统。 公开资料显示, 与中共军方有联系的中国科技公司经常被列入实体名单, 但灿芯半导体从未受到过此类限制。 灿芯半导体公司10月份在上海证券交易所首次公开募股的招股说明书显示, 它一直保持住与顶级芯片设计软件供应商凯登电子和新思科技的关系。 从今年1月到6月, 灿芯半导体公司花费了200万美元购买新思科技的软件, 使这家美国公司成为其前五大供应商之一。 招股说明书显示, 去年, 凯登电子也是灿芯半导体公司的五大供应商之一。 灿芯半导体公司在其芯片设计软件上花费了160万美元。 虽然新思科技和凯登电子都表示, 他们完全遵守了美国的出口管制, 但是并没有表明与灿芯半导体公司的关系。 不过新思科技在其网站上提到了与灿芯半导体公司的业务往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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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